好 接著要來關心各地的天氣 那今天是偏這個偏北風 那整體的水氣是稍微的減少 只有在迎風面的基隆 跟這個北海岸 跟東半部會有零星的降雨 那這個週末就是母親節的假期 氣象局表示白天是稍暖的 那天氣大致舒適 不過週末水氣增多 這個降雨機率偏高 所以要提醒主任朋友出門要攜帶雨具 多多的留意氣象局的資訊 那詳細的天氣狀況 要來聽聽氣象局的說明 母親節的天氣是週末比較容易會下雨 那剛剛提到說 在禮拜六的中午的情況 其實早上這段期間的天氣都還好 中午的時候比較偏向是 午後震雨或者是雷雨 在山區的表現可能比較明顯 那甚至東半部地區 在北部一些比較偏向是 東南部東北部 那山區這部分的這個降雨 在中午過後可能會比較顯著 比起今天來的明顯 從雨量上的趨勢就可以看出來了 但真正感受到這個整個台灣 水氣都比較多 下雨機率都整體的增高 天氣比較差的話呢 禮拜六的晚上到禮拜日的這一段 特別顯著甚至延伸到禮拜一 週日週一水氣是最多的 因為水氣增落的情況 全台的降雨機率是比較偏高一些些 留意一下局部轉戰 震雨甚至雷雨的現象 那其中最明顯的區域 東半部地區 西半部山區表現是特別顯著的 週二之後 可望是有一些回穩的情形 水氣比較減少 但是還是要留意一下 有些午後陣營的現象 好 接著來看今天的山海氣象 好 隨便屏東的西字母丹滿洲 低溫21度 最高溫 有27度1到3層的降雨機會 泰雨來一圈日 19度到28度1到2層的降雨機會